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不断地向在场媒体指线 据知 工商会将在18号二度传照阿罗尔干达出席金正会 换个焦点 虽然教育部课程发展局和考试局早前已经说了 明年华小六年级的国语课本和UBSR国语试卷不会跟国小的一样 不过新周日报学发现 彭亨周和马六甲的一些华小却收到了国小版本的国语课本 这跟教育部官员的谈话明显有出入 针对这 副教育部长张胜文表示 他也针对此事跟教育部长洽谈 并以指示课本局赶紧印刷属于华小版本的国语课本 至于董总建议 在印刷期间所有华小可用回旧课本 他回应毕竟课程内容还是有差 因此会赶紧纠正此事 他强调国民型小学和国小的国语课本绝对不能统一 针对网络和脸书流传的2016年一马援助金已开放申请 财政部副部长蔡志勇强调这消息是不正确的 希望民众不要误信或者乱传 他指出财政部近期将会公布有关详情 而申请一马援助金的官网也只有一个 所以公众不要随便到一些网站进行更新资料等等 以免资料会遭不法之徒盗用 另外 基于目前还有7万名2015年的一马援助金受贿者 没有兑现他们的现金券 所以政府决定将兑现期限再延长到12月30号 还没兑现的朋友记得赶快行动咯 各位登山客注意啦 如果你早前的登神山计划因为6月初的蓝脑地震而作罢 那你现在可以重新计划了 因为神山全新的宫顶路线那就是蓝脑途径 今天正式开放 据知 这全新路线供花了不超过40万令吉的修建经费 并在山岛和当地居民协助下 耗时半年施工 迄今全面开放 另外 山岛的收费纪律起将从每趟150令吉调高至230令吉 而山岛的任务除了带登山客上山 今后也会受训为安全人员 新闻到此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